我們剛剛已經介紹完整個CMOS前段次到後段次當中 會用到的鋪墨 讓大家介紹到 所以IL10基本上都是使用R3 而因為已經有CMP了 所以就不需要使用PSG跟BPSG了 因為它是平淡化 就不需要用加熱的在那裡 而是煸膜就可以了 所以就不需要 而只要你是用CMP在膜 你如果帶它會上到下面的改料的話 你不能可以使用NITRINE來當作CMP的阻擋層 但是如果你使用LVCP-3 它是要當阻擋層 它有CMP的條件是什麼 LVCP-3是導溫 所以它不能夠用在後段 所以只有前段的CMP阻擋層 像是STDI的V8 才會用到NITRINE 而後段又不會用到NITRINE 因為它並沒有把它抹完 它只是把它抹平而已 並不是要把整個R在抹到底 並不是要整個R在抹到底 它只要把它抹平就夠了 所以就後段我們還需要 這就不是還需要這個淡化系的 而且後段製程盡量K級越低越好 決定K級越低越好 並免電路的速度會變慢 所以絕大部分都是使用PCD 都是使用PCD 而PCD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用POWER來控制 我們過的經驗 那還有阿凡的就是建議 還有決定建議阿凡的單層之間 叫Arcynitron 蛋氧化系 SiO-N Arcynitron 簡單來說就是 它是矽氧化後裡面拆一些蛋 蛋的濃度比較少 它還是以Arcynitron 它是以Arcynitron 它是以Arcynitron 然後含部分的少量的蛋 它是什麼做呢 它是用SiO-N加N2O 然後再加一些排氣 它主要是靠這兩個蛋 然後用SiO-N加N2O 變成Arcynitron 但因為它是ECD 所以呢 裡面可能還會 還是會含部分少量的 起在裡面 它成績出來就是Arcynitron 那如果你想要讓它的蛋 比例高一點 如果今天想要讓蛋的底度高一點 你可以怎麼做呢 SiO-N加N2O 你還可以加什麼 加蛋器 因為再加蛋器 打出來的蛋 你只有一個優點多嗎 所以如果 今天如果你是SiO-N加Arcynitron 你出來的就是 那一船 那如果是加更多 出來的是Arcynitron 然後還一點蛋 那如果你要蛋明一點 就再重什麼呢 再加N2O 再加N2O的氣體機區 就可以了 空輪圖打成自由氣候 那PCDD裡面呢 TeOS是最好用的 因為TeOS的接機覆蓋力 它的表面的牽液率高 百分牽液率高 接機率覆蓋也好 所以它的接機填充能力也好 從我剛剛講的製程當中 你會發現到 什麼時候會考慮到填充能力 第一個 這個STI STI是需要填充能力 第二個 MOSPAY做完之後呢 因為現在原件很小 現在原件越多越小 STI的範圍就這樣 GATE之間 GATE之間的距離也越來越長 再來什麼呢 你要做SPASER 雖然你不需要很展動 但是你需要接機覆蓋越好 所以在我剛剛介紹的製程當中 需要好的表面牽液率 需要好的填充能力 需要接機覆蓋越好的製程 需要接機覆蓋越好的製程 STI的填充 再來是什麼呢 SPASER的阿閃在沉積的時候 需要接機覆蓋好 還有什麼呢 NITRAR在沉積 成SISO layer的時候 也希望有接機覆蓋越好 它不希望有出現你牢豬耳骨 也一旦出現你牢豬耳骨 它就能把後續的硬直覆蓋 所以呢 需要GATE覆蓋越好的 就會使用PE-TEOS PE-CVD的TEOS 剛剛介紹過 Shadow Trash來說 能選填充的阿閃 還有呢 Pytospacer的阿閃 還有就是 TOMPE-H3 layer的NITRAR 都需要有好的GATE覆蓋 可是如果你使用PE-CVD的話 EOS要裂解 它要的溫度 基本上會比 SILEN加O2還要更高溫 因為EOS是長鏈狀劇的物 長鏈狀劇的物 你要把它裂解 需要的溫度會比較高 反而是C1 SH4 矽清界很弱 矽清界很弱 它其實只要 5600以上就可以 就可以裂解除一生意能出來 所以TOMPE-CVD 溫度比較高 所以如果用TOMPE-CVD 基本上都會吸用PE-CVD 那如果你要用PE-CVD 就會高過7000個C 就會高過7000個C 那TOMPE-CVD的好處就是 階梯覆蓋率 階梯覆蓋率很好 像是PSG PSG 反而是 現在可能會用的是這個 FSG 前面講過 我要參 火 或者是參零 是為了要降低 它再有多 我們獨貴的典檔光 但現在典檔光 已經不使用這種高溫災 可是FSG就不同了 FSG是怎樣呢 你成績阿載的時候 再通一些佛的氣體進去 達成佛的自由基 但是不能太濃 它是含有佛的SiO2 但是佛如果一濃 不要忘記了佛離子 Silic Block佛離子 會變成SiF4的氣體 反而變成10顆 我必須要 使用很小量很小量的佛 使得它不足以讓整個系規發亮 還可以成績阿載活摸 並且裡面參佛 為什麼需要 有一定的佛 因為它可以降低 帶來去Constant 降低減減強出 它可以達到LowK的效果 FSG可以達到LowK的效果 但是缺點就是佛這個東西 你通知不好 他原本上是毒藥 你把他剛毒藥來吃 吃不好還能毒藥 因為他本來就很毒阿 佛這個問題有複齒性很高的 所以 會使用FSG 是因為要降低減電常駐 我也要記憶 剛剛什麼呢 降低減電常駐降低RC太低了 RC太低了 降低的話 你的晶片的速度就可以再進一步提升 然後FSG用的是什麼呢 它是機有什麼加O2 加上這個FTEX 就是佛系 然後呢 O2H5 這叫做 三疑夾肌系佛嗎 這是四疑氧肌系完 那這只有三嗎 那這只有三疑氧肌佛系 那這兩個五層基就可以變成SIF 嚴格說起來是靠他 因為在裂解的時候 總要是裂解C或H5 那留下來的就是佛性養 這樣子 那在基有史的話主要就是怎樣呢 把佛的濃度壓下來一點 或者是如果佛含量還太高的話 它一樣會變成會讓C變成7萬5 所以你會看到 就接電常數而言 R在K是3.9 FSG的話可以壓到3.2到3.8之間 佛越多越低 但是確定是它可能會變成10顆或是7萬 或者是7萬的複產 不見得會是蠱蠱 佛太多會變成蠱蠱 是因為SIF4是7 SIF4 佛化系是7 所以希望佛的多會變 這樣子 可是SIF4就是7漢 就變成7 變這樣 那再來就是FSG的表面欠余 填充能力會比TOS還要好一些 所謂的USG 這U就是暗動的 沒有殘障的 就是存在SIF4 所以USG其實就是暗動的SIF4 暗動的SI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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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只要對比誰 對比VSG PSG BTSG FSG 相較於它而言 它是沒有殘障的R3 就叫USG 所以一般是假的 USG 它是沒有殘障的R3 那前面介紹過 還有另外一個層積 前衝的Line 就是HDD-TBC HDD-TBC HDD-TBC是怎樣呢 我一邊層積 然後又怕這個動太小 一邊10顆 然後再層積 所以你會看到 我會層積 10顆 層積 那在層積的層積 在10顆獲得到 這個開口的打蠟 開口一開 就越容易成績 所以就可以 就可以解決 旋突的問題 好 這我就是 成績10顆成績 那它要怎麼做到呢 那基本上呢 它的這個吉他 也是一個 Marty Trimber 多槍體的吉他 WAVE 從外面 機器手臂抽進去 因為前面講過 PECBD 是一個低氣壓的資產 因為電家每次要在 低壓的環境下操作 那低壓還不需要抽真空 抽真空的話 你的資產速度 就會比較慢 會需要時間嗎 晶圓獸就需要抽真空 好 那這時候就來了 反應的槍體要抽真空 而且之前你跟各位介紹過 10顆的槍體的真空度 會更膩 10顆的氣壓會更膩 不過曾經的氣壓 反而還比較高一點 那你要抽氣就需要時間 所以你從一大氣壓 都要往下抽需要時間 那要怎樣才可以說 多短這個抽氣時間呢 就要使用這個Lowlock系統 Lowlock 負載鎖住系統 現在很厲害 就現在就好 我們要使用這個Lowlock 什麼Lowlock呢 Lowlock就是副掌 承載它 承載就比較鎖住 變成什麼呢 我的反應槍體比較好幾個 CM A CM B C 都在低氣壓創作 外面是大氣壓 外面是ATF 但是裡面都是低氣壓 你要使用大氣壓 收到低氣壓 花的時間會比較長 那怎麼辦呢 我就鼓勵 怎樣呢 我的晶圓 放進去的時候呢 我中間這裡 我先抽一個 中等的低氣壓 中低氣壓在這裡 而這裡面都維持 低氣壓 使得我晶圓 要放進去的時候 要放到整個系統裡面 的時候呢 這個氣壓就不容易 所以它 到底大氣壓 要怎麼帶下來 抽到它 會比較快 會比較快 所以呢 它就先放到這裡來 它這裡放進來 然後抽之後呢 再把晶圓送到這裡來 那這兩邊的氣壓差 就比較沒那麼大 就等於是兩段式的壓力差 兩段式的壓力強力 就好像你要抽到很低氣壓之前 有一個中等的氣壓 讓你進出 使得這裡的氣壓變化量 跟這裡的氣壓變化量 跟這裡的氣壓變化量 不至於差異太大 好 因為你要從 剛才抽到這裏的氣壓 化的時間會比較舒服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機器手就會這樣 這裡是抽真空 但是這裡更是高真空 這裡的真空度會更高 這裡面的真空度會更高 這裡面的真空度會更高 然後外面是一大氣壓 所以經理要進出的時候呢 如果是從這裡面要出來 就是把這裡的氣壓調高 但是虛幽拉出一大氣壓 不用倒一大氣壓 他只要把他跟他一樣的氣壓 是槍一門門門就會打開來 然後進去把片子拿出來 然後這裡就不關起來 關起來之後就說錯了 把這裡的氣壓跟這裡的氣壓隔絕 然後再從這裡呢 再把這裡的氣壓提高 然後打氣壓的時候 這裡槍體打開 經理再拿去關 那氣壓再放進去的時候 再抽 抽到這個跟這個氣壓一樣的時候 這個槍體再打開 其實再放進去 然後這裡呢 手一收出來的時候呢 槍體一關 這裡就抽真空 那這時候抽到真空 就只有一個小槍體而已 因為抽真空的槍體很小 所以他要抽到抵壓 比較容易 所以盡量都會讓槍體越小 越小越容易抽真空 抽真空越快 所以就會變成怎樣呢 就會產生這種 Margin Chamber 多重槍體的 PCE的氣壓就出現了 每個槍體都很小 片子 他剛好就是比一個片子 要大一點點而已 那他抽真空就很快 所以要抽很高的真空 叫給他去做 他可以抽很快 因為他槍體一下 那反而是 手機手臂要大的這個 大的槍體呢 他的真空就不要太低 因為他太低的話 他速度就慢 就變成這樣 那既然如此的話 每個槍體都有每個槍體的任務 我可以分別成績 一個槍體成績阿彩 一個槍體成績 耐彩 比較多的配備 比較想用的就是 一個是否阿彩有 一個是否耐彩成績有 同時我也可以有一個否 耐彩10顆 一個否阿彩10顆 用 就是多重槍體的好處 多重槍體方便管理 有一個槍體裝成績阿彩 一個裝成績阿彩 一個裝成績阿彩 一個裝成績耐彩 一個裝成績耐彩 那我就可以這樣呢 送進去成績 打出來送進去10顆 打出來再送去成績 那送去10顆 我就可以成績完去10顆 10顆完再送去再成績 發現一連串的程式 就是電腦就自動幫你做好幾次 做完了之後呢 你就等等 回來受騙了 去試個辦 回來 就做完一連串的 成績10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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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那10顆套的就是什麼呢 箭路 就是物理轟擊 變成績10顆 馬鈴圈的10顆 變焦的轟擊 它就是什麼呢 離子轟擊 你原本會有懸吐的地方 統一的角度轟擊的時候 平面的地方就是統一的被轟爆 突出來的地方呢 一轟 你就會從斜角度的散射出去 馬上就把你整個角度消掉了 突出來的方式就會消掉 所以箭路10顆就是離子轟擊 單純的無理10顆 他倒是壓離子 因為它是惰性氫 比較不會產生化學反應 並且壓離子的原子序也比較大 所以它不會產生化學反應 但是呢 10顆速率也不高 不過這個可以靠你的電漿的濃度 因為HTBCP是高 高密度電漿 但是因為它在低壓情況下的操作 需要加上磁場 才可以維持什麼的電漿的濃度 好 所以呢就會使用這種 尖氣開頭傾斜 使得後續成績更容易進行 空洞的填充 因為你原本快要填起來了 我就10顆把腳步打大 不過他一時刻 懸破的地方就被封掉 那腳步就打了 原本他快把左右兩邊的懸破塊 把腳步封住了 一時刻把它封出啊 然後腳步又弄大 會不會繼續填 所以 RF耗越大 力填充積的能量跟力度都會增加 所以增加RF耗可以增加10顆率 好 這個我們在電漿製程的時候就介紹過 好那這是電漿熱氣台 好這就是一個例子 我PCD沉積的時候 你會看到 沉積完 火鍋很痛 但是這裡的開口就很小 應該這個開口就要尖銳 把它弄下去了 然後拿去轟 石頭就把這開口打 轟大 大家在轟的過程中 火鍋又變薄 但它可以到角度 變大 好 然後呢 越轟你會發現到 越突出來的東西轟的越多 越平安的地方轟的會越少 所以變成一開始的形狀 有高有低 越轟 因為 角度越大的地方 弧度越大的地方 轟的越快 所以一直轟一直轟一直轟 欸漸漸的就會越平安 越來越平安 越轟表面的形狀就會越平安 越突出來的地方會轟得比較遠 所以越轟就會越平安 越轟越平安 這就叫做平坦掛回事 但是目前的平坦掛 基本上 轟只是用來打開 開口 讓你可以填充 只要你能夠填充完 多出來的地方 基本上 不會去使用 可能很想辦法使用 直接限定磨下來就好了 除非你要離坦 只是大略的離坦 不追求絕對的離坦 只是大概很難 那就是 轟一下這個 但是轟擊有缺點 轟擊有可能會造成什麼 晶圓的損傷 如果你轟得太強的話 好 然後Ozom的Tios 就是在增加量去 補貨在成績的時候 最怕的就是裡面的化學 激量不足 比如說SR5 你的血道可以癢 可以癢 那PCD因為在低溫下反應 所以你沒有開含更多的氣 甚至還用在電源地可能 沒有完全的跟癢 產生完全的健康 說穿的就是什麼呢 氧含量才會比較低點 那這時候呢 餐點氧氣進去 比如說Ozom 但是PCD需要Ozom嗎 Ozom是你大概15家 那幾次都可以連結出 兩次游泳氣吧 我有電降才想買 這麼貴的Ozom嗎 我有電降才想買Ozom 買Ozom 買Ozom就好了 我把Ozom到槍氣裡面 電降大一大 氧的自由就出來了 對不對 臭氧比較貴 氧氣便宜 氧氣到處買都沒有了 對啊 所以基本上 它是想歐洲 但是窮一點 用歐洲就可以了 所以 如果你想要讓你的薄膜品質好一點 你在PCD 比如說你用基尤子的時候 你可以加你的氧氣進去 因為它可以增加氧的濃度 增加氧的濃度 可以讓你的薄膜裡面的氧含量 至少充足一點 因為低溫的薄膜的神機 氧含量都會比較缺發一點 氧含量都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你會加一個氧氣 在反應的過程中 加一個氧氣進去 可以擺上這個墨的品質 那所謂的瘦氧產生器 你其實說叫做瘦氧產生 不如說 氧自由氣產生 其實瘦穿的就是氧氣 拿進去打電降 就變成氧自由氣 而所謂的瘦氧穿穿的就是 就是O2加藍氧油氣 所以就好像我先講的 為了施氧 現在施氧真的撥水進去嗎 看到你拿水就被打死了 你拿水跑去 所以這都是一個命念而已 實際上這個模式 現在來講說 為了施氧是拿水 是O2加H2 這樣出來就叫施氧 而不是真的拿水 現在完全清化 而現在所講的臭氧 拜託你講臭氧 這是大O2加速以來嗎 基本上也不是 他只是把你養的 自由氣產生 就叫臭氧 養自由氣 就是 應該說早期觀念的養 養的臭氧 對我們來講 對辦法自然來講 你要的就是什麼 你要是養自由氣啊 不然臭氧的對面有什麼好處 你有沒有人拿來吸 你有沒有人拿去 你有沒有人拿去 那怎麼辦 我們要臭氧是為了要養的自由氣 所以藥自由是一種產生 O2的電降就可以了 所以現在所講的很多的臭氧 在辦公室的臭氧 在辦公室的臭氧 其實就是一樣的自由氣 而且可以看到氧氣 大便將產生啊 這個樣子 所以一直到氧氣通進去 大的自由氣 部份的自由氣再回去跟氧 結合所謂的臭氧 那通常會吸收到臭氧 或者說氧自由氣 最常最需要用到的是在哪裡呢 光阻去除 我們前面再講到時刻張提的時候 光阻要去除 基本上最常看到的三種方式 第一個 直接用硫酸 硫酸加酸水的SEM 直接去除光阻 但它的缺點是什麼 硫酸同時也會去除金屬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原件下令 你既有金屬了 你就不可以用硫酸 否則你的金屬會被硫酸給洗得到 好 那如果你既有金屬了 不能用硫酸 還有兩種 第二個方法是什麼呢 第二個方法就是使用 O2鏈甲 兩鏈甲裡面的兩字油氣 兩字油氣就會跟光阻才在反應 光阻就是一些 碳氫化合物嘛 碳氫化合物 同時就有成CO CO2 OH H15 Ox H15 Serv合物 會發酵 還有第三種 是什么呢 ico2 禺酮也可以去光阻 ico2 OH H15 會發酵 這是比較常見的 還有第三種 是什麼呢 ory酮 如果你的光阻 銀 十多 那一般我們要光圖 通常上光圖 下路要到達 通常圖案發生 當你圖上光圖之後 你下一個步驟 過一個步驟 兩個大的方向 第一個就是時刻 第二個就是離子複製 而所謂的時刻 一般現在都是只有蓋時刻 離子會有離子複製 所以不論是離子複製 或者是蓋子時刻 它光圖不會操作到離子複製 那離子複製 離子是高能量的離子 空起完之後呢 離子的能量就會釋放到光圖上面去 那它就會升溫 那光圖就會被更固化 更固化之後呢 它的化學反應力就會更弱 因為它焦掉了 它好像光圖 其實說出來就是光圖會被打到燒焦 燒焦之後 你再去就秉銅去融景 就不好融景了 因為它化學活性就很弱了 因為它已經變質了 它已經變成碳了 它已經快變碳了這種感覺 所以這時候呢 去除效果最好的是陽電降 陽電降 因為陽電降的化學活性就很好 可是如果你還是用硫酸跟用病酮的話 不見得缺了 像我之前就有過離子字 我的經緣 上了光圖 塗外暗化之後 它打離子複製 離子複製打回來之後 光圖顏色不變 光圖顏色不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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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打色最苦的話 那個時間跟濃度都比較高 打完之後呢 你再把這個情緣拿去泡流酸 不見得泡得掉 不見得泡得乾淨 可以掉 但是不見得乾淨 我反而變成這樣呢 如果我的光圖是硬烤完 拿去打離子複製 回來後 流酸就熄掉 所以我反而必須要這樣呢 我酷完光之後 軟烤完我就不硬烤了 拿去打離子複製 你閉眼你越烤越硬嘛 你如果硬烤拿去打離子複製 回來後光圖就 無法用我換去藥 就只能用陽電降去藥 但如果你的光圖是沒有遭受到物理攻擊的話 你用流酸跟用餅紅都秒殺 所以秒殺就放下去十秒內 他就溶解了 那一般我們的球細體 流酸一洗乾淨就泡了十分鐘 把光泡下去 出在複製的三十秒一分鐘也都乾淨 因為前面講過 整個沒有在RCA-CLEAN 任何一個酸 任何一個水沖 都是五分鐘 四分鐘起跳 考試的時候考過 RCA-CLEAN的步驟跟時間 DIY的要沖五分鐘 耗酸要泡四分鐘 這裡就倒出一個笑話 就會想到 欸 媽媽養了一個兒子 找到一個電子手去辦到底時間做實驗 每天累了 放假的時候回到家 欸 小明趕快去洗碗 好 小明趕快把拉板拿到廚房去 一開始就開始有洞殺 然後就在幹什麼 沖水五分鐘 馬上的巴瑞 浪費水 就是這樣 侵蝕概念 跟家人的概念完全不一樣 他就認為 欸 碗拿過來要死 來 先沖水五分鐘 找到 開了之後 這樣 來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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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Stay Carrier就很好 可以看到 Tills加了癢之後 這個臭癢可以增強他的表面前衛 可以讓他的階梯覆蓋一個很好 所以Tills加癢之後呢 會增強他的階梯覆蓋一個 你覺得你看到 哇 這個 平面的地方跟側面的地方 把後路幾乎一樣喔 完美 perfect 就希望可以達到這樣的結果 所以用在哪裡呢 Stay有多少的填空 現在填空能力需要最好的就是 Stay的填空 尤其現在衝到的七彈FINFET FINFET的製程之前也介紹過 他其實就跟Stay的製程是 一樣的 所謂的一樣的是什麼呢 就變成 這裡是間線填空 可是這裡就是FINFET的圈 而原件之間越來越長 空位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所以呢 要填空就越來越不好填 所以填空考驗度高的一個就是 就是剛剛講過 Stay的填空 那VPSG跟VPSG 現在其實他們一直在有 說穿的就是怎樣呢 TeOS再配TEP 或者再配什麼呢 TEPO這種 就是含有0的 或者含有紅的 氧基磷酸 或者是3E氧基棚 3E氧基棚 這是3E氧基棚 這個是3E氧基棚 零酸 這樣子 那現在基本上 就比較少去用它了 而且呢 絕大部分啊 半導臨材料裡面 半導臨期間當中呢 含紅含靈的東西齁 基本上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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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小心 不要小心 每次要多喝牛奶 如果我們常在做時間的話 出來了後呢 九個牛奶 不然 避免你可能在裡面吸到什麼 你也不知道 多喝牛奶 可以拍一塊 好 那還有一種呢 補墨的成績方式呢 除了CBD之外 還有一種叫做 Spin on Glass SOG 那SOG 基本上它的製程 就跟光輔圖不一樣 這之前介紹過 就是加你要成績的 補墨的材料 先溶解 找適合的容器 化學系跟材料系都會做這種 尤其是材料系很多的做這種題目 就是我接下來形成薄墨 我薄墨的成績呢 靠的是用塗布 我先講 我要是這個薄墨 比如說阿塞 我先讓阿塞在容器裡面 變成液體 變成液體 然後 也粘稠的液體 然後呢 使用光輔塗布相同的 Speed Colling Calling 大概是一個表面 再加熱 把所有的容器給蒸發掉 就會留下來 固態薄墨出來 這個就叫做Spin on Galaxy的技術 Spin on Galaxy的技術 那 Spin on Galaxy的技術呢 應該講 有人把它想到入在WSI上 但是說實在 現在WSI這些 大家假如要利用器 有什麼都可以成績得很棒 就不太需要入到它了 因為它有缺點是什麼呢 你用這種圖墨的圖法的話 第一個缺點是通常圖墨都不錯 因為一圖旋圖上 自己圖上就是滿一圖的後路 你除非要跑得很稀很稀很稀 很稀 很稀式的情況下 當然它的填墨能力最好的 因為它是一圖 它填墨能力最沒問題 但是一成績下去呢 就把第一個很滿厚 第二個 品質不太好 也就是怎樣呢 它成績出來的薄墨的質量 薄墨的質量 會有很多的孔洞 孔心 或者是說它的密度不會很高 它不會很致敏 它的薄墨不會很致敏 它頂多就是比你露出來還好一點 就好像 你只是穿一層薄紗 但終於沒有穿衣服好一點 它就是一層品質很差的薄墨 品質很差的薄墨 那一般會使用細酸鹽的材料 或是細牙管的材料 使用乙醇或者是酮類 把它融進 然後在旋徒上去之後加熱蒸發 要記得有幾乎容易違反 不然你實驗室裡面 最常聽到的有幾乎就是 乙醇病痛之類的 吸多了會影響之一的發展 也會影響到神的部分的能力 所以要多多多講 多多多挺難 所以SpinRGalaxy用的材料 絕大部分 就會使用像這種 或是這種 這是細酸鹽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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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就是一些多分子的東西 不用管它 最後都用劍環 最後加熱會變化 都會變化 那SpinRGalaxy基本上很少用 這個基礎很少用 你會看到 通常是用複雜的東西 當今天你填不進去了 你很難填了 你就是SpinRGalaxy SpinRGalaxy SpinRGalaxy 濃墨 頭部上去之後 一體嘛 五孔頭部 然後加熱固化 固化它之後 再回10顆 就是用 前面講說 回10顆這樣 你越不平坦 越有回10顆的地方 越突出來的地方 10顆都會越多 所以越10顆就會越平坦 越10顆就會越平坦 所以 10顆完之後呢 你只有什麼 那種地方要有 所以有時候 SpinRGalaxy 並不是說我要用整個 黃色薄墨 來整個盪覆蓋 不是 我通常是拿下來 複補這個東西而已 我只有這個填不進 越苦笑 SpinRGalaxy 補完之後 外面還是要用 堅固的東西 要用PCTG 把它封起來 這只是確保 它變成空氣 空氣而已 就像填牙有沒有 你就只有這裡 這裡填藥 那東西才拿填藥 去怎麼辦呢 填藥 現在 現在你有填藥都這樣 都會直接填藥填上去 然後貼個一陣子後 再用上面填藥 封上去 回10顆 這個資深跟我 去年去看壓力的 現在這個 晶面很像 現在都是直接 拿藥填上去 孔氣填進去之後呢 用UV光護腕 然後呢 再裸 然後這樣 這樣子 所以你能看到 SpinRGalaxy的功能 是用來填很難填的孔氣 但並不是用來取代 傳統的活摩成績 因為它是知道 這個品質不好 所以它不會把它 打來當作整個 覆蓋層 它是用來填這個 很安靜的土氣棒 外面的負貸產量 還是要用D7D去淋填 現在知道它的功能 只是為了 鋸填很安靜的動物 不好填的 交給它的甜品 它很好用的 但是現在啊 曾經講過 HTBCD已經發明 已經發明出來 汽油這些材料都找出來了 甚至聯好的表面欠率 高的材料也找出來了 就不太會需要使用SOG了 不太會使用到SOG 因為現在已經做得很好 那SOG的缺點就是什麼呢 很容易會產生污染 離子污染 或者是活剝破裂 或者是剝落 或者是在加熱的時候 有殘餘的容器會繼續出來 如果你前面加熱不夠 使得它才有殘餘的容器 沒有完全的會發出來 以後續在做的過程中呢 這些氣體反而會不好 反而會10顆或是影響 侵蝕到後面覆蓋了 所以SOG一定要小心 現在沒有3次製成 基本上很少要用它 所以最常用的還是用這個 你真的要點就是用HTBCD 層積10顆層積 層積10顆層積 就可以填到 只是它需要用到兩個槍體 兩個槍體說穿就怎樣了 話題就不一樣了 在RD部分裡面 老闆最喜歡講的一句話 錢人解決的都不是問題 因為絕大部分的問題都是 你買來還解決不了 你就要想辦法去找花 買起來就能解決的事 問題都是小問題 就好像三星情報 親愛你做不出來的人 就這樣 我就等EUV EUV來了 他們就解決了 那台機就覺得 照我一樣的槍體 沒有EUV來要解決 所以一開始 iPhone X 就是逼著 距離台灣人的獨性 台灣人的智慧 台灣人的創意 即使沒有EUV 也做出青難營 iPhone X就出來了 隔年 比如說今年 iPhone 今年是iPhone X嗎 iPhone X iPhone X還是青難營 但是就開始使用EUV了 就開始使用EUV 就輕鬆一點 就使用EUV了 所以 就知道 錢人解決的都不會使用 因為 EUV之前講過 一年 產不出幾台 他比Mansalati還難買 他比超寶還難買 他比超寶還要限量 還要貴 各大公司想要買 還買不到 所以他想要財品比較快買到X隊呢 就是成為他的股東 你就變成他老闆 這就是為什麼各大 半導體投資 包括入資 投資 ASFL 為什麼 你投資了 你也是半個老闆 你也是入購 買其台 你可能會 看你比較快一點 這樣子 好 那接著說 在電箱的當點講 介紹過 我們說 HPV-CV1 就是有EUV I-CV2 這些都有介紹過 我們需要再介紹 那HPV-CV1 HPV-CV1 的阿塞 其實只要是阿塞 或是耐塞 只要需要用到 矽的來源 絕大部分都是 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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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加O2 就是on-go 的SIO2 就是所有的UFG 然後呢 加PH3 有加了0 打進去之後 有電量就會成為 韓0的細化碗PFG 那如果是參波呢 就是打SI4 通進去的話 就會變成FH SI4加上O2 變成FG 所以只要是CVT製成 矽的矽的 是很常出現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開了一個 賣汽車公司 賣化學賣汽車公司 你會看到 半導體公司的用量 非常的兇 對不對 氮氣 氧氣 氧氣 細碗 各個就是每天都在 當空氣一樣在吹有沒有 一直要用 一直要用 所以像很多 在 如果在各位 如果我回去 遠區 上過的 我們會看到有一種 很大的車子有沒有 化學車 就是 有很多 藏統 藏統的 上面就寫著 某某氣泥公司 有沒有 哇那個氣泥真的是 要填滿它的氣泥 儲藏槽 就需要一顆 過貴的車子 把那個氣泥 填滿了 因為整間公司的用量太大 所以一照 跟這些大公司簽約 哇 你就是很大的狀況 你只要把你氣泥的品質 就一直 當它的工藝商 基本上 這些辦的理工師 一旦工藝商確認了 不太敢換 也不太容易去換 因為一旦換的話 又做失敗了 他怪什麼 誰敢做這個決定說 我覺得B公司比較好 B公司我們今天量產了 他的材料都已經拿來用了 今天我就說 哇 換材料我想要看一看 改革版的理工師 一般版的理工師 改革版的理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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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出示他改革版的理工師 他頂多說 那部分產品 用另外一個實施才改革版 他只要確定 這兩個都可以互用 互透 他才改革版的理工師 然後他部分滿B的 這樣子 否則一般 他只要A確定能用 他就一直用A了 因為誰曉得 純度差一點點 所以你看 這個HTBCD 邊層機邊試科 邊層機邊試科 你就會看到 因為一邊層機邊試科 所以這個肩腳 一直維持沒變 因為一直被削架 削架 反正怎麼會怎麼放 一層機上去 就這樣 所以 因為HTBCD 跟B系列缺點是什麼呢 HTBCD雖然很好填控 但是他的填控能力好 是因為他們有的材料 並不是喔 再講一次 HTBCD的填控能力很好 他的填控能力很好 不是因為他的原材料 表面欠一定好 是他會 10顆 把開頭打開來 所以HTBCD的成績能力好 是因為你還給了他10顆的能力 10顆打開頭的能力 讓他填進去 可是他的缺點就是什麼 你又要成績又要10顆 傷你1000自存8萬 所以這樣一個輪迴 你的成績速率就很慢 所以HTBCD它是有10顆的能力 他可以有好的填控能力 因為他可以把開頭打開來 但他缺點就是慢 成績速率慢 所以當你的孔洞都填換之後呢 上面的成績就不會再是有HTBCD了 給大家看 火鍋在成績的時候 開始成績 足成績 成績 成績完之後呢 孔洞只要一天半 比較深灰色就是用HTBCD層級上來 欸洞要一天半的 沒有填控能力率了 就趕快使用成績速度快了 比HTBCD層級上去 好 所以千萬不要亂認為 那好的東西究竟是不算的用 在體驗力資料的過程當中 時間就是今天 時間要用金錢來買的 各位 今天蘋果手機賣的好 Apple把電話拿給說 我還要再加產能 欸抱歉 部分的產能已經變成8顆爆去了 我今天有四條產線 我今天做蘋果可能只有七條 我有兩條給8顆 一條給NVIDIA 我給其他的上 因為基本上不會全部給1加客戶 我不會給公司給公司給公司 即使他這個價錢比較也不會 因為這是暴行問題 然後你突然開給他 結果蘋果一賣 被大家賣單了 罵翻說不好用 銷量下降 他馬上測單 那你馬上就一條線通了 那怎麼辦 所以基本上在商店的考量裡面 你的生產線不會全部不足 包一個產品 我會同時亂回這個產品 可是這時候就來了 我今天需要那樣 我的iPhone11賣太好了 我的庫存不夠 我要加產線怎麼辦 我要改時間 拿錢買 就加價 用錢來買產量 這就是賣產品 這就是新聞報章他這影片講 當你要把產能開快的時候 你就要用錢去買產品 所以 在旺季的時候你想要加量 你就要更高的價錢 淡季的時候就還好 反而我還要便宜 因為淡季的時候 我就要產線 我的利用率不高 那我說那我便宜 便宜一點幫你做 要不要便宜 好 你如果要 你就算便宜一點 就這樣子 所以 每一道步驟都有經過 甚思熟慮 只要達到其中的利好 又不想要損失太多的時間 如果放到一班學生 或一班的那種 舞蹈工程師 都會覺得 這好用嗎 我就一次到你這HPGCV 這成績上來就好 我為什麼要分兩步驟 但你這樣做 你怎麼花的時間要少 你可能要花三個小時 那又分兩步驟 這一個一定少 這只要三十秒 或只要一分鐘就做完 哇 你就省半小時了 而且前輩講過 經濟業務制裁 就是一堆的補播成績 10顆補播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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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做一踢貨他就要做25次 你每一個省30分鐘 哇 25個就省多少時間了 晶圓在線上 採線上好的時候 就好像火車載他一樣 客戶越緊 他就會變成自強號 客戶急 他就會變成電電車 自強號走的時候 電電車就在旁邊呢 各位有說電車在那邊 自動運動 都已經到了 可以過了 可以開到下一站的時間運動 就突然間旁邊再自強號過去 人家花了錢 所有的車道浪 他是高等級 在機器廠裡面 貨在跑 每一區貨都有它的等級 等級就是它的重要性 重要性 所以今天比我炸大錢 我的貨全部都要變成自強號 那就變成等級 RT1 那其他一種的RT2 甚至不太重要就是3 4 甚至還有5 有沒有 但是你們知道 人是非常實際的 靈命計說一是最快的 可是有人就覺得 有的客戶就說 更快 更快 怎麼辦 你說怎麼辦 給你補幽罵好不好 但是 補幽罵其實就等於自強號 但是 補幽罵遇到自強號怎麼辦 那是同期啊 所以這時候又來 又要出現什麼的 VI 比一等級更高就是VI 比較像韓劇有沒有 比VI更高的 VVI 無聊啊 你看對不對 就是在加 好像等級比較高一點 有沒有 從那個 那個 VL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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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Y 之類的 好 我們可以休息一下 來iamo 稍為 長 我們看一下 谢谢大家